你好,欢迎来到关系攻略,咱们本周的内容是职场沟通,今天主要分享给你作为领导如何跟下属谈心 这跟咱们昨天内容如何跟领导交心是一个事情的两个面 对下属来说,领导要交心,你的心头所想要交出来给我,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对领导来说又要谈心,领导在大多数时候对下属像是一个黑盒子 下属不知道你的某些想法和念头,但大多数人又不能详细的问你一遍 在某些时候,你就需要用谈话的方式告诉下属一些你希望他们知道的东西,这就是谈心 谈心本身并不会做出任何工作上的安排,而是以沟通为目的的 所有的谈心都包括两部分,我和公司现在是什么状态,我希望听听你的想法 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小节,新来领导的谈心 新领导上任初期啊,通常需要密集的开展谈心活动 这是为了了解团队中每个人的基本情况,也是走马上任后必要的示好 这类谈心是在员工心理预期之内的,比起突发的 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来聊聊,紧张程度会轻很多 谈话内容一般也只停留在比较浅的层面,仍然是采集信息,听取意见为主 如果你觉得这就是领导的一次例行公事,那你就想错了 我们知道,权力的变更并不都是暴风骤雨的,大多数时候都是净水流深 这对于领导而言,这是一次再面试 我们以前仔细地讲到过领导新到一个部门的时候 如果遇到挑衅应该怎么清长 最开始的时候呢,就要摸牌下属对自己的态度,也就是这场再面试 那些反应敏捷,表达清晰的员工,是你接下来要去深入了解的人 那些主动示好的员工,是需要重点考察的对象 那些表现得冷淡,甚至排斥的人,可能还在怀念救主 这样的人是不能托付重要任务的 有人说了,表现出自己比较长情,对老领导仍然心存感恩,这不是很好的吗 还记得我们拆解过的民间智慧吗 那就是,不被我所用的忠诚都是非常危险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小节 快走了的老领导的三种态度 面临调动或升迁的领导,也会发起一些谈心活动 那时候的谈心不再是广杂网 而是在那些已经确立君臣或师徒关系的下属中进行 一般就是三个意思 第一,挖脚 我要调走了,有更好的机会,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 第二种,劝手 现在这些部门仍然需要人 接掌的人还是咱们的人 你要不在这里稳定一阵 然后我们再看能不能再合作 第三种,诅咒攻击 咱们这沦陷了,现在看起来没啥 很快就要生吃人肉了 你回头待不下去,记得去找我 这三种领导我都见过 挖墙脚和劝手都是比较体面的做法 挖墙脚考虑自己多一些 劝手可能考虑现在的部门多一些 诅咒攻击一般是政治斗争当中受挫 或者利益没有得到满足的领导 带着情绪的一种表达 作为一个领导最好不要这样情绪化 切开这种表达你会发现 除了情绪之外 他什么都没有说 没有第一种和第二种的任何一个表达有价值 最要命的是 说着第三种话的人往往不会帮你解决新工作 下面咱们聊一聊 什么时候进行调离谈心 调离谈心需要把握谈话的时机 你已经在收拾工位了 才去和自己的下属谈心 是对下属极大的冒犯 什么事都最后告诉我 在职场上是极大的侮辱 事情基本定了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才是对有利下属的尊重 管理岗位的变动 不会是一朝一夕完成的 有些人会在上级透出口风之后的第一时间 就和自己最亲密的陈子交流 试探他的意向 这么多的好处是交流的时间比较充裕 但有走路风生的可能 如果部门领导频繁的和关系密切的员工 关门谈话 一些嗅觉敏锐的人可能会察觉到异常 有些比较保守的人 会等到调动基本确定之后 再开始约谈自己的下属 但是规模越大的公司或事业单位 调动流程越慢 通知正式下发之前 消息可能已经传得满天飞了 如果你最好的陈子 最先从旁人那里听到了 你要调动的消息 会有不被信任的感觉 总的来说 调动前夕的谈心 很多都带有挖人性质 要特别注意保密 并且要为员工留出足够的时间 还有一种情况是 下属有异动时的谈心 团队处在顺境中时 大家都在埋头赚钱 出问题的概率小 一旦遭遇逆境 需要和下属谈心的情况 会明显增多 第一种情况 下属离职 如果下属平时很温和 突然在开会或布置任务时 表现出很激烈的情绪 他可能是在业务推进过程中 遇到了很大阻力 要找他谈话问清楚 如果你的下属工作效率突然下降 也要找他谈话 上周的帮倒忙攻略中 我们列举了一些 人到中年可能遭遇到的麻烦事 夫妻婆媳孩子等等 这些都会让一个人状态变得很差 横加指责只会把人推得更远 谈心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如果你的员工突然工作特别努力 他也可能是准备换工作 有的人是那种自尊高的类型 临走之前希望努力为老东家多做一点事 就像电影里的那句 打完这场仗我就回老家结婚 这是必然牺牲的台词 这个时候去和他谈心 发现问题和挽留成功的概率都会比较高 有的人可能是太累了 要让人该休息就休息 不要给人累病了 第二种情况 下属不再适应工作 下属酗酒变得突然有攻击性 到处借钱 觉得有人针对他害他等情况 都要尽快和下属谈话 谈的时候记得找个身强力壮的家伙 在门外等着 我认识一个前领导 腿上挨过下属一刀 如果下属沾了黄赌毒 可能会变得不适合工作 如果发现出现了幻觉 或者是妄想 要赶紧联系家属送医 第三种情况 下属在被内部挖墙角 这可能是最坏的一种局面 过去很多关系货同学问我 内部转岗怎么做 我会说这比找新工作难 因为如果开了这个口子 以后这个部门的人 就会源源不断的流失 下属越过自己 和别的部门的老大去勾结 如果达成 你会被全公司质疑管理能力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积极挽留 如果挽留不了 就摧毁这个吊岗设想 不要因为爱惜人才 就允许转岗 转岗只有三种例外 A 顺水人情 手下原本就是对方的旧部 不是自己的人 B 拿命来换 我看上了你部门的某某 一个换一个 C 他有后台 比如你这个手下 原本就是单位里的黄金国戚 想要换个岗位体验生活 那就赶紧送神 最好不过 这里要提醒一下各有领导 谈心的时间长度需要控制 谈心的时间不能太长 如果有的同学 看过心理咨询就会知道 咨询师只会给你50分钟 最长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人精神高度集中 能保持的最长时间 大约就是一个小时 谈心最好 也以这个时间长度作为上限 有些表达欲很旺盛的领导 碰到态度积极配合的下属 会不自觉说得更多更久 这是一种风险很大的做法 很多人如果一次性说太多话 会进入一种类似 又喝醉酒的状态 通风不好的办公室 尤其会这样 如果你还有在办公室里 抽烟的坏习惯 那30分钟之后 可能大家就都会丧失判断力 随着自控力急剧下降 你很容易说出很多原本 并不打算让对方知道的事情 事后回想起来十分后悔 顺境的时候 下属可能会把这些视为 你信任他的标志 但如果你们的业务走向逆境 这些话就有可能被用来攻击你 下一个部分咱们说一说 和年轻人谈心 你的困扰并非不值一提 中年领导最喜欢跟年轻人 聊理想 聊期待 聊可能性 有时也会看到一些中年领导在抱怨 现在的年轻人都特别物质 不像我们当年那样 愿意为理想献身 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现在的年轻人接收信息的渠道 比几十年前要多得多 他们判断一件事 所选择的依据 也更加丰富立体 不那么容易被几句 宏大叙事征服 我们在上周的帮忙攻略中 曾经提到过 注重利益的人更好相处 事实上 和聪明的年轻人谈利益 他们会觉得受到尊重 自己被领导看作是一个 可以谈论现实的人 而不是好忽悠的笨蛋 正确的套路是 领导尽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 反倒是年轻人说 老大 我跟你真的不是图钱 我就是扶你这个人 如果年轻人说 老大 我薪水比较低 日子过得太惨了 领导张嘴说 要啥钱呢 每天你看见我还不够开心吗 那就没得了了 真正没皮没脸 天天要钱的下属 一百个人里面未必有一个 如果下属真的提出来了 现实生活中 这个概率并不低啊 领导不要彻底回避钱的问题 简单一句 眼光放长远 钱都不是事 对缓解年轻人的焦虑 并没有什么帮助 只会让对方感到你的敷衍 一个表现的 不在乎下属困扰的领导 不会收获忠心的陈子 事当加一句这样的话 我当年也是这样 我也是那个时候过来的 知道你现在有多难 以前小头没有共享单车 可偷 我被偷过三辆自行车 还可以和对方 注意一些生活上的小技巧 例如如何拼车 如何省钱 但最重要的是 告诉你的下属 我已经从大领导那里 争取到了资源 你要能做到替我分忧 钱不是问题 最后再说一点 和中年人谈心 手下有一老 如有一宝 我在遇到年长同事 爱盯着你的私生活 怎么办中 曾经详细描述过 职场上中年人的状态 事业比较稳定 过了干活的苦力期 过了被严格考核的绩效期 但也错过了成长为领导的机会 大多数的中年人 会渴望掌控自己的生活 渴望受尊敬 还希望发展兴趣爱好 注意子女教育 中年人在职场上 容易遇到一种决策冲突 就是 有些年轻人会把他们视为明日黄花 但他们渴望向年轻同事 输出自己的建议或者价值观 这都让他们感觉自己很强大 在这种冲突之下 中年人的自尊心变得非常脆弱 因此 跟中年人进行友好交流的前提 就是一定要承认他们的经验 尊重他们的付出 对中年同事要保持客气 鼓励年轻同事向他们请教 在部门内外公开讨论的时候 如果遇到中年同事提出一些异议 作为领导 措辞也需要小心 事实上 中年人下属是最懂事的人 早早谈心 做好沟通 他们更容易和你形成默契 以一种经过年龄和经验加持的 元熟方式对你进行支持 此外 中年同事在公司的时间长 尤其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国企或事业单位中 中年人往往有自己的小群体 他们和各种知识部门 例如人力 财务 信息技术部等的关系 也都更密切 因此消息会非常灵通 经常和中年同事沟通 可以提前了解到很多信息 这就是手下有一老 如同有一宝 谈心 谈心 必须要用心 作为领导 你可以不站在下手的角度去做决定 但是一定要站在下手的角度去说话 去沟通 好了 以上就是关系攻略今天的全部内容 你有哪些跟下属谈心的心得 可以写在留言中 分享给其他的关系户 咱们下期见